今天我们开始我们AutoCAD Electrical的第三节课原件 当我们把导线绘制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绘制我们对待语言的原件了 原件实际上是属于我们CED中的定义的块 它增加了一系列的属性 并把这个带属性的块我们就定义成了我们现在的原件 实际上我们在上一课所讲到的原件头目标箭头以及线号 它都属于原件的一种 只不过它所表达的信息是自己特定的信息而已 那一般性的原件就是我们用到贵图过程中的一些电器的原件符号 那它也将是我们本次课程里面介绍的主要的内容 原件命令我们分成两边的区域 一个是插路区域 那它主要用于我们原件的插路 那主要我们进入这次课程主要就介绍的是它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修改 它用于我们后期原件的一系列的修改 那我们在后面的我们会介绍到这部分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阵课 讲原件插路里面主要的几个应用 第一个是我们标准键库的一个使用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么一个标准键 它整体的一个使用 第二个是介绍我们原件中多次插路 当我们需要多次插路一个原件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命令来完成 第三部分是讲我们的回路编译器 也就是它 对我们一些常用的回路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表达 第四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回路的一些重用 怎么去重用它比较方便 第五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PLC 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元件 就这边的几个 好 我们首先开始讲一下我们标准键库 标准键库呢 实际上是用于我们标准键的一个放入 例如我们实际中用到了开关啊 按钮啊 接电器啊 形成开关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这些标准键呢 它相关的一些型号 跟对应的一些属性 那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绘图空间 这是我们在我们上一节 的上一节后绘制的一些图形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操入一些元件了 那元件的操入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一下我们的菜单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对应的这个 元件的标准键库了 那元件的标准键库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找 它包括了我们这里看到 按钮 开关 垄断器 当然实际上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边压器 继电器 定时器 电动机 指示灯 PLC 端子 接线器 限制开关 压力和温度 接近开关 其他类型的开关 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那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置几家东西 首先我们看下面 这里有一个原理图 缩放比例 这是指我们插入一个图形原理图的时候 它对应的比例 你如果有需要自己特定的比例了 需要放大数小 可以在这儿调整 在这边 是我们图形面板的一个比例 这是指我们面板图的 那因此跟我们当前实际上是无关的 默认的原器件放入进去的时候 它始终以垂直位置进去放置 因此这里有一个水平 专门就是说 我们要把原器件 作为水平进行放置 那有需要对边机对话框的 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取消掉 直接就放置一个原器件 比如 我们现在 我对这个图子中 我需要首先放置一个电动机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置一个 选择一个电动机 选择我们对应的 比如三项电机 选择我们选择了电动机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的比例 我们一看 感觉它太小了 没关系 你可以就在这儿调整我们的比例了 退回来 我们重新插入它 在这儿把比例改成我们对应的 比如说两倍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以两倍的大小 来放置这个电动机了 放置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注意一般来说 都是我们对应的线的位置 然后在这儿比如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放了之后 这边就跳出对话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沟 可以取消掉 关闭掉的这个对话框 就是它 我们在这儿可以放置 我们对应的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标签 然后在这儿我们直接给ME 确定下来 我们第一个原器件就放好了 那对应的导线也会根据我们放置的原器件 而进行处理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一个电动机放进来 当然比如像我们这边的控制开关 同样我们也需要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正反转以及我们直接启动的一个对应的开关 或者说我们这边的寄电器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放置进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我们对应的寄电器 比如像我们这里寄电器 它的长开处点 那我们在这里是属于它 注意在这边有我们几个长开处点 在这儿我们要分别开来 第一种是单级的 第二种是双级的 第三种是三级的 另外还有一种是长臂的 它也有几个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如果需要三级的 那么可以在这里选择三级的 选择我们放置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 如果是三级 这不是多级的 就是两级以上 包括两级和三级 它就会问你是从左到右 还是从右到左 注意插入两级或者三级的时候 它都会跳出这个对话光 其表达为 依次为当前这根线为第一根 依次选择七根 其他几根来进行插入 比如我们现在选择向右 就是从这根为开始 再次放置 再次放置 当然如果向左 那就这边如果有导线了 它就继续放在这上面 如果没有 它就从凭空的放在这儿了 好 我们选择向右 这样我们就 这个我们对应的散开注点 我们就可以放置完成 同样我们在这里 可以选择我们对应的 是出新了 注意在这儿对方 跟我们刚才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在圆系件里面分成两类 一类我们称之为主项 一类称之为辅项 因此在这里 它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是辅圆件 辅圆件一般是指 我们对应的一些触点 等相关的 它不从属于某一些 其他圆系件的 比如我们这个触点开关 它实际上是属于 复着以我们对应的线基建器的 因此它就没有了 像刚才这一系列的大对话框 当然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描述 好 如果我们确定下来 我们还需要插入的时候 能够可以选择确定重复 当然我们上面的一个对话框也有 选择它 我们可以再次的插入这个对话 对这个圆系件 比如像我这里 我可能还需要一个反转的一个对话 一个基点接触器 然后可以在这里插入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的触点 也同样把它插入进去 确定下来 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对应的触点 给加上去了 当然在我们实习中 我们还需要插入一些我们其他的 比如像我们这里 我们最常见的我们会插入一个 积电器来控制它 那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选择它 选择我们对应的积电器 注意在我们选择这一个积电器的过程中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匹配 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选择的积电器 它就控制这里的触点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边的积电器 它控制的就是它自己的这些触点 它们有一个质的区别 由于它们的整体型号不同 它在后台有一个各自各自有一个表格来处理的 因此各种积电器我们最好选用它自己相类型的 当然如果不是相类型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它选上也可以 那它使用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 问你是否是把它改成你对应的这个类型 而进行完成 那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就选择我们电动机 积电器 我们选择它的线圈 选择我们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对应的我们的触点 我们放在这儿 好了 这边是我们的标记 标记号了 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这里我们首先有两个代号 一个是安装代号 一个是位置代号 这两个代号在我们后期处理文件整体的时候呢 比较有用 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位置代号是属于我们整体的一个位置所在 比如说它在某一个配电柜 那安装代号一般是指我们安装位置所在 比如说是在某一个场合 那在我们后期如果需要对某一个配电柜 或者某一个位置场合进行 它对应的界限的一个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专门对它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样就形成我们一个对应的位置代号 当然在实际上绘图的时候 你可以不给它 原件标记 原件标记就是我们的代表号了 那在使用过程中 你可以默认就使用它的标签 它是默认的按我们的计数器 依次往上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放完K1之后 它自动增加的是K2 再往上就K3 这边是我们的描述 比如说我这个属于正转的 那好我们可以在这告诉他 我属于的是正转 当然你也可以把比如说其他的描述加上去 几幅等等一系列都可以 这边呢是属于我们目录数据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厂商跟我们的型号 我们可以根据数据库去查找我们对应的型号 比如说我现在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寄定器 那在这呢会打开一个目录的数据库 那我们进行查找 我们可以在这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数据 以及它对应的类型属于什么类型 以及它相关的一系列的属性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节点器里面属于几幅的等等一系列的属性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筛选 或者在这里进行筛选 你可以根据你对应的值来进行查找 那我们在这呢可以等我们这边完成之后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筛选比如说公司的型号 那像我现在我只是一个西门子 那我这边就是我们所有西门子的型号了 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筛选我们其他的类型 当然如果这个类型没有的话 像这是属于大类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小类去找 比如我们控制机电器的 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3RT 那它会把我们3RT这个系列的全部排开 它属于什么 什么电动机 以及控制我们多少大的量的一个电压 等等一些尺寸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上找到 以及后面是属于我们几常开 等等这一系列 那像我们这边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里选用它 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制造商西门子 以及一个目录代号 其实在这里的所谓的目录 就是我们对应的型号 那它以后我们就可以作为型号进行处理 这边是它的装备代号 条目跟技术你可以不用给它 那这里呢有个多个目录 用于我们后期 如果该设备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带上的 我们可以在这增加给它 好给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有我们对应的端号了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端号 我们就可以它自动就给定它了 由于我们每一个型号 它只有自己的端号 因此这个端号一般来说 就是跟着型号来进行走的 当然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自己手动去给定它 有了这样之后呢 也有了这个 就是我们的触点 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我们这里有四个常开触点 当然它是零个长臂触点 或者可转换触点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放置 以及我们端点的编号 或者说我们这个触点的端号 好了 如果有需要编辑其他内容的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编辑 比如它的 常开长臂触点的一个放置 我们需要放到哪个位置 或者说它的属性 我们直接编到哪个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取消掉它 好 这样我们第一个集电器 我们就可以放置完成了 确定下来 我们这个集电器就放好了 好 这个集电器 集电器放在这儿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A1A2 它属于K1正转的 放置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进行关联起来了 由于这个线圈 是属于跟我们这个触点进行关联的 那我们需要对这个触点进行编辑 我们在这儿直接选择它 在我们这儿可以有一个叫 主级 主向 同级向的一个编辑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跟谁是连接在一块的 当然这种连接方式可以通过项目 或者图形进行处理 那么在这里可以直接选择它 然后选择我们对应的这个 可以验这个线圈 线圈放好之后 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对应的1跟2了 我们这个端号就过来了 当然你可以卡开我们的列表 去看我们12345678 你可以选用其他的短号 确定下来 这时候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有多个我们对应的常开 是不是把它绑定的全部也更新起来呢 我们选择确定 于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旗舰圈的触点 它是属于KE 它的触点分别是123456 当然在这个旗舰圈的下面 它同样有了 我们有一个常开触点 12 有个常必触点 34 有常开触点 56 分别在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三区三区四区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区的表达 好 这样一个线圈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样把它放置起来了 当然在实际中 我们还有其他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把对应的这几根导线 先给它处理掉 然后再绘制上 我们对应的一根控制线圈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比如说在这里拉出一根也行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重新再画自己一根 把这个线圈放置好 完成之后呢 同样我们放置一个线圈 那放置这个线圈呢 我们同样选择它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线圈 往这放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直接是KR 比如说我们搞它反转 好 同样我们需要一个型号 那型号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一个 这就表示我们使用上一次 对应的这个线圈 同样的线圈的东西的一个表 属性了 我们直接可以选择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项目 就是说我们在项目里查找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激活了项目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然后可以去找到它 当然我们记得要把它先保存一下 它就可以出现了 那可以在项目上面去找到它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它了 这都可以 那只要这样 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个线圈给变上去 同样的型号 确定下来 反转的 同样我们这个触点 也可以在这里把它进行处理一下 选择我们对应的这个名号 确定下来 这样我们对应的反转这个线圈 也可以铺置完成 好 这样我们最简单的一些元器件的插路 我们就可以在这把它清晰的表达清楚了 元器件的放置之放置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其他几种 这东西进行放置 那在这里我们稍微要处理一下的 放置的 依次有几样东西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了 这边是我们放置的 首先是放置的就这几个 我们的线圈等等这几种 那这几种呢 就属于我们最普通的一些元器件 那还有特别的呢 那我们在后面我们会介绍到 其他的一些类型 那如果有需要其他东西呢 我们基本上都属于这样去处理了 一次选择放置 选择放置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要求 好 那对我们元器件的放置的话 我们可以把酷就这样进行放置起来了 当然我们标准键实际上 那除了我们这种插入方式之后呢 还有其他的几种方式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依次有几种 我们依次有目录列表 从目录里面来 注意它的目录是指我们绑定了这么一个目录 设备列表 它是从我们从设备里面插入里面来的 注意这个是我们一个默认设备 也就是说我们默认表 它需要一个默认表带的 那这个我们在过会软件介绍的时候我们再讲它 还有呢可以从面板图就是我们已经有面板图了倒过来插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它 以及我们面板图端子那是指我们端子的 当我们是面板图到面板图插入的时候倒过来端子的时候插入它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插入了我们普通的标准件库 就是用图形拆边插入的时候呢 下面还有几种就这几种 第一种目录插入 它实际上是查找了我们这个数据库 然后进行我们插入我们一些的东西 比如像我现在选择这个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某一个对应的东西插入进来了 当然这些东西插入进来之后呢 直接就有它对应的型号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线圈 那这个目录呢就来自于我们对应的这一个 表格 那我们首先得讲一下它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我们在插入一系列的标准件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只插入某些型号 或者说这些型号是作为我们常用型号 那它不能太多 我们可能在这里排一系列就够了 那这些常用型号就作为我们第一用型号 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用的型号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来 那你呢可以把这些信息就编到这张表格上来 它在插入的时候呢 同时就把我们对应的这些信息带进来 你可以认为我们第一用户 那这样插入的好处是比较快 而不用像我们在这里找我们对应的标准件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去找 太难了 那测试它的好处 缺点呢 每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把这张表进行做好 好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设备列表 设备列表实际上是指我们从某一张 我们某一个项目里面的列表来进行完成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每做到一套图纸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表格导出这么一个列表来 比如我这套图纸一共可以获得有用过哪些元器件 而我下次需要用到它的元器件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找到某一张 像我现在我可以比如说找到这一张打开它 那它就可以直接找到某一些块的信息 使用一些变码我们可以在电子表格里面打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些东西了 当然由于这些表格它只是一个内容属性 因此我们在后期使用中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张表格来配合它 就这张表格 来告诉它我对你这块所在的位置在哪 也就是说你这些块必须要把它做到这张表格里面 才能正常的使用 当然你说如果一定没块怎么办呢 也可以 这时候呢你就得需要在我们插入这个表格的时候 比如像我在这选择随便选择这一张 选择我们的块的名称 那我们在这比如选择选择某其中一个 确定的时候 你选择这个选择插入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去查找我们对应的一个元器件 其实我们在这里解释比较清楚是可以知道是 设备列表只是把我们对应的设备这些系列或者型号带过来 但它不带过来我们对应这一个块 块需要另外指定 那指定就是我们对应的刚才知道的这个文件 第三个插入就是我们面板图 那实际上是指我们在面板图画完去画完的时候 如果有些人喜欢先把面板图配置起来 比如我对应的位置怎么放这些东西先放的 那我们可以先处理这一些 那把这些处理完成之后呢 倒过来再进行操录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它来完成 用它来完成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面板图的信息可以抓过来了 当然由于当前的项目下面我们没有面板图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没办法进行完成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我们在这面板图里面插入一个 比如按钮 注意面板图里面插入的一个道区别是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选择这么一个东西 插入进来 那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的是 它插入进来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什么东西呢 属于一个按钮 它是面板图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它 它属于我们的一个面板图号 那确定下来这就是我们面板图了 这个按钮如果我原理图上需要用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存在这个按钮呢 那我们在这儿可以倒过来做它了 到原理图上我们选择我们对应的 面板列表 激活图形 那我们当前就可以激活图形 简单一点了 确定 它就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东西了 它是属于我们面板图的 那我们知道原件表现它是空的 并没有 那你可以在这儿倒过来把它进行插入 属于什么按钮啊 我可以在这里各种按钮的类型去选择一下 确定你可以就把按钮倒过来插到某个位置上 这个就属于我们面板图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对我们已经配件柜完成了的 按我们某个配件柜倒过来去画我们对应原理图 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 或者说比较精确 那在这儿呢我们先把它呢进行删除 好 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这边端子 那是指我们端子排后面的端子排方式进行获得的 那这样呢你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先做一个端子排倒过来把它进行插入 那这儿呢我们就先不去介绍它了 好 这样几个插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对应的常用的东西呢 就直接这样插进来了 这几种方式插入呢 对于我们来说是把我们标准键快速插入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插入的几种方法 但它都有一个缺点 一次性只能插入一个或者几个 那在我们实际中如果我需要多个一次性插入多个 那么我们需要多次插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儿利用我们对多次插入的命令来进行表达 它其实呢也是针对某一个原器件 那以我们蓝选的方式 其实就以我们交叉的方式在我们插入的 那它我们在实际中绘图的时候 用的最多其实是它 在所有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捕捉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儿可能需要放入一些按钮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放置按钮了 按钮我们要放置 再放置这边一个 在这边可能还要放置两个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呢就直接选择 就不要选择它了 一次性插入一个太慢了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多次插入 同样多次插入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时期主要项 一个是图标彩蛋 那我们首先选择这一个图标彩蛋 在这儿选择我们一个按钮 比如说长开按钮 或长臂无所谓 选择其中的一个 在这里呢同样我们是 把它的比例设成一样的 好 然后在这里我们选择我们插入的位置 一般选择完之这个插入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选用捕标 由于捕标会经常捕捉我们的端点 会导致我们的位置移位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选择插入了 我们可以在这儿选择它 注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难选 我们每个交叉的部位 就表示我们插入一个按钮 那这里我们就插入两个了 你如果想继续 我们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我在这儿再去插入第三个 第四个 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先交叉的 底线插 比如它在第三个 第四个 好这边的按钮我们就完成了 确定 我现在跳出这么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呢是问我们是不是保留当前这个 保留指向那就是说保留 全部保留不行 我以后这个对话框不再跳出来了 不再跳出来了 否调到向下就是这个我不要 在每项后显示编辑对话框 就是打开我们刚才站上对机编辑对话框 并把原器件收尾以固定 这是我们固定我们对应的原器件符号 那我们在对话框我们就不显示了 我们要保留这个项吗 选项吗 保留 确定 好 第一个有了 第二个还问你保留吗 保留 第三个在这儿 这个由于是我们这根线 所以我们告诉他我不要 否跳到下一项 发向就第四个就这边了 我们保留吗 保留 剩下几个全部保留 全部保留 好了 这样我们这个四个我们按钮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置起来了 这个是所谓我们常用的我们一个按钮 会经常会用到他就多多次放置 那另外比如说我们要放置一个 对应的 实际中的端子 或者说端子牌 那我们也可以用它 选择放端子牌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端子 端子跟我们其他的符号有些区别 它实际上分成几类 方形的圆形的只是它的一个形状而已 主要是有几样 第一种是这种 它仅仅是表达这是一个端子 但不做任何的端子效应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符号 符式而已 第二个是我们的正方形 或者是这个端子 它是带我们的线号的 就是以我们的线号 编我们的端子 就你假如这个端子 线号是100的 那我这端子号也就是100 线号是200的 那我们就以线号为标准 第三个呢是我们专门端子牌作为我们 自己的 自己一个牌的 我们可以做这种端子 第四种端子呢是改变了信号 就是说我们前后这两根信号是不一样的 这个端子放进去之后 揭露的信号 不以及跟接触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根据实际中的需要 把多种的或者几个的单子 复合在一块进行使用 那这个就可以根据我们实际中的需求 来完成了 那我们在这儿我们选择圆形的 比如说我选择带端子号的 然后选择我们的位置 比如说蓝选这里 或者这里 再选一排 当然你如果想放水平 也可以放水平 随便没关系 放进来 确定 我们在这儿注意 由于我们中间有这么一个 我们是不保留的 所以我们保留是想确定 好 这边是我们的端子了 同样有我们安装代号 有位置代号 一般来说端子都有一个木代号 位置代号 因为它肯定是放在批田柜里面 所以这边一般会肯定会给你一个位置代号的 当然这个可以根据需要我们自己去给它 这边是我们的端子牌标签 就是我这一排整体的端子牌 整体打一个标签 它是多少 像我们这里是X2 那由于是我们前面已经有了X1了 然后下面呢可以我们是端子牌的编号 你可以从这里比如说从100开始编 这没关系 那你可以去编起来来一次编号 这边呢是我们已经有的 对应的对应的我们安装的一个位置代号 跟我们的端子牌编号 已经有了 然后已用的编号在这 详细信息呢是我们选择我们特殊的端子牌 就说假如你这个端子牌不属于我们普通的端子牌 你可以在这里查找我们想要的 有想用的端子牌 尤其一些异形端子 我们可以在这进行选择 当然你可以不用管它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置我们的对应端子了 我们确定下来 我们第一个端子就放进台区了 第二个我们继续要 那我它就是101了 但是第三个继续要 它就是102了 这边是我们已用的必要 已经102 10102了 继续往下 这个我们要继续保留指向 好103了 这个我们不要的 所以我们否跳到下一项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对话框我们不去显示了 然后这个要全部保留不再询问了 确定 这样我们的端子牌就可以保留起来 依次是我们这一排端子牌 它对应的位置代号是XM 对应的端子牌号是X2 端子牌依次从100开始到142 101 102 103 104 这样我们对应的端子牌也可以放好完整了 好 这样我们对应的这一个图形的基本的插入 原期间我们希望就可以把它插入完整 当然如果需要正反转的 那我们可能在这里会加上一些自锁电路 那我们在这里就把它这里进行绘制完成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快一点 同样我们在这边呢也会需要一根导线 好 然后我们需要加入一个它的触点 加入触点在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插入 其他的触点会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其他类型的触点 在这我们就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个机电器长开触点 好在这里选择它 然后我们选择谁啊 选择我们这个线圈 注意在这就是它的提示了 在这个线圈中我们可以告诉你 我们对应的就这个型号是属于CR的 新的属于MS的 其实它由于我们一个选择的是普通中间 计电器等等这些计电器的一个触点 而这个是我属于我们 就这些我们的电动机控制的计电器的一个触点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对应的 所以说或者说交流接触器的一个就是触点 那它对应的型号是属于两个型号 它就问你是不是把它进行替换掉 当然你可以把它进行替换 也无所谓 它会直接把它更新过来 同样在这我们继续插入一个触点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插入我们继续插入一个触点 方向上 那我们假如把这个触点再次的挂在我们对应的这个上面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线圈 实际上是只有四个触点的 这个呢已经是属于第五个了 放上去之后呢 这时候它首先同样告诉我们这个线圈类型不行 那我们继续用它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触点过多了 实际上系统背后始终在计算 我到底用了几个触点 那它会告诉我们已经用了触点 和已经实在使用的触点了 如果你保证这个触点实际上也是它的 你可以忽略这个性质 当然我们可以去取消好 继续浏览 看这个触点的情况 取消掉它 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呢 实际上是属于 对的是这个 那我们可以在这呢 就去放这个触点 然后呢把它 挂在我们对应的这个触点上 好了 这样我们自锁电路我们就划完整了 那对于我们实际中途中 本来还应该属于有会 互所电路 以及其他的一些 以及其他的一些 比如过热保护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不一次一次的往上搬了 有兴趣的可以在这里一次一次 把这些东西搬上来 绘制完成我们这张图子了 好 画完成这个之后 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这个插入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放起来了 然后在这里呢 假如某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用到它的后面 还需要继续插入的多个的 那我们可以选用它来进行插入 注意它是要选择我们复制的元器件 而并不是说我们从标准件里面去找 也就是说假如这个线圈 这是我们需要在这几个插入 那这样的触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方式进行使用 注意了 这个水平跟垂直 在我们插入的时候 表达的时候 跟我们刚才的选择 对话框有关 但插入之后 只会跟我们的线有关 比如像我现在如果保留下来的话 它还是自动会把它转成水平的 它始终是跟我们的线有关系 那这我们不需要它了 取消掉它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对应的元器件 多次插入就可以进行完成了 当我们插入这些完成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用一些回路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去利用它了 那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是这样的 在这呢 我们需要几个后期有些命令 那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首先管住的是这个命令 将回路保存到彩蛋 我们在这经常会用到这个命令的原因是在这 假如这个回路 我需要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到哪里呢 到我第二张图子上 因为我们到现在第二张图子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乱的几根线在那里 那我们可以把这几根导线呢 把它给修剪掉 比如我想把这个 回路放置到我这个菜单上面去 那放到菜单我们就有个问题了 怎么去复制它 你如果把它整起来作为看却C看却V过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选择它 然后选择复制 简单板复制 然后到我们第二张图 然后选择粘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可以去直接选择这个复制点回路 那我们可以在这选择它 然后把它放置到某个位置上 但这个复制回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它不能搬迁到我们另外张图子上 比如像我现在我想把它搬到另外的图子上 你会发现不能搬 原因是什么呢 命令运行过程中我们不能切换图子 那我既要用这个回路 又要把它搬清到另外图子 或者又要方便以后经常用到这个回路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选用对应的这个命令 将回路保存到财单 在我们这凶手选择这个命令 这边就是我们的制定回路了 实际上它也属于我们 原理就符号库里面的一个 其他里面的一个回路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自己贴加一个 比如像我现在我们就属于新建回路 这新建回路是属于什么 那我们可以说 项目的练习 回路 图形文件是指我们图形的文件 就是我们的图像 实际上就是这里的这些图像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呢 直接浏览某一张图片 你如果有做好的 当然它需要我们对应的这两个格式 图片文件格式 或者偷懒一点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激活 就是把我们当前这张图子进行激活 把它紧箍拿过来使用 如果你感觉大小不合适的 可以进行缩放一下 缩放完成之后 然后再去再回来看 这张是不是合适 可以了 那你再给他一个名称 名称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 注意它保存的位置 它保存在这个位置上 我建议你开安装的时候 把自己这个库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这呢我们后面再说 记得它放在位置上就行了 你一次性使用的话 没有任何关系 确定 然后选择我们对面插入以后的基点 比如像我这里 我可以选择这个点 当然这时候你可以把补足打开 这个点 对下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它 确定下来 好 这个回路我们就再放在这里了 确定 下次不管任何时候 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 比如在这张图纸上面 那我需要用到这几张图纸了 那我就可以就这几张回路了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插入了 注意插入选择命令是这一个 它上面是一个插入以写为快的回路 实际上直接是拿我们的文件来完成 就是说直接找到我们刚才的文件 那或者呢在这里我们直接插入保存的回路 选择我们刚才这个回路 就是它 这里是我们的设置比例 我们不说放 那就是1比1了 这边是我们对应的导线图层 固定信号 原件头 文字图层 孤立触点的一个处理 那么可以更设定我们自己的需要了 确定下来 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注意这个时候 把我们的扑州关掉 然后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可以把它找到这个位置 插入就完成之后 你可以看到了 它这边的排号的是 M2 这边同样会把我们把这些 你看K这边就把没完我们继承过来 它从这就是个空的一个 当你有其他线圈的时候 它就会可以记得其他的线圈上面 那它继承了我们对应的一系列的信息 除了我们对应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主题之外 比如像他的一些东西之外 那他就可以剩下的宝宝物 集成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对应的 回录的一个应用 它主要用我们整体回录的一个重用 对我们来说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大量的回录都保存起来 方便我们在后期汇图的时候 再次的重复利用 我们才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器件已经插入 比如说我们对应的PLC 那PLC是指我们插入我们对应的PLC原器件 那我们可以在这看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最后一张图形上来 当我们在图纸中 我需要一个PLC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这里的 PLC进行插入 比如像这个图纸中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里PLC 然后选择我们插入的模式 比如参数模式的 比如我们完整单元的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 首先选择一个参数模式 参数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系列化的 我们根据我们对应的PLC型号进行选择 比如西门子的 S70-300的 那是属于模拟输入的 还是属于我们数字输入的 数字输入是哪一种型号 多少端点的 我们一直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选择 这边是我们插入PLC的样式 软件给我了我们默认的几种样式 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插入 当然如果这些样式你都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再选择其他的样式进行修改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先把这几个样式进行插入 比如我们选择这个样式 然后插入我们多少节点 比如说我们是8个输入 8个输出 是属于我们数字的 好 那你可以把它列表 打开 更新它列表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的 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信号 插入进来 我们选择我们对应的位置 PLC一般来说插入的时候 可以插到我们的阶梯图上 当然也可以空白的插入 那么在这里 我们首先放置一个阶梯图上 来观察 它直接用你跟阶梯图搭配的效果 在插入阶梯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跟阶梯图第一根线的 位置的配合 你可以放在这里 都没关系 但一定要我们对应的交叉位置 跟我们对应的线进行重合 以防止我们间距的变化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这个位置上 间距跟我们间距图间距放置相同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插入进来了 PLC在路的时候 会让我们给我们对应的机架槽 跟我们的插槽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机架是110号 插槽是对应的01 确定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给我们的70地址了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一个地址型号 确定 再次给我们地址型号 刚才是8个输入 现在是8个输出 这样我们PLC插入 其实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完成 当然PLC实际上插入的时候 也可以像不需要 一定要这么去做它 参数有一种做法 可以对来说比较方便的是 我们可以把它一段一段分开 比如像我们在PLC绘图的时候 我们经常绘制的PLC 只是可能用到 比如说一个 两个 三个短点 而其他短点 又在另外一张图纸上 那我们在这里呢 再次的建议一张图纸 比如我们在这 再次建议一张图纸 然后我们告诉它名称 那这张图纸呢 属于我们 二号图纸 然后我们在这可以选择我们的对面图框 那这我们就不管它了 好 这张图纸上同样我们插入一个PLC 但是在这呢我们区别是 这张PLC我们插入的是完整的 我们在这里要插入其中的部分 同样选择的还是它 选择这个PLC 还是这个型号确定进行插入 区别在这 我们间距我们还是二十 在这边右边的时候有一个选择 我们属于全部插入 还是允许分割幅进行打断 允许全部插入就是我们所有的就直接插入了 除非它有默认的设置打断点才进行打断 如果允许分割打断 那我们在这里就说允许它在这里任何位置进行打断 当然你可以把包含未链接的跟万链接的 也可以把它勾上连接上来 好 确定下来 同样有我们的计价潮 那我们比如说这里是2001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现在我们插入我们对应的打断进去了 首先让我们插入地址 我们插入一个I 地址边复化从哪里开始 从20开始 确定 第一个特定就插入了 再插入一个 那就第二个了 已经插入两个了 如果你认为我们需要到这为止了 那好 我们可以选择立即打断该模块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块打断了 当然我们可以贴加一个分割幅 就空一个位置 再插入一个节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空一个位置 好 再打断它 这样我们这个PLC就完成了 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继续放置 当然你也可以退掉 退掉放到其他图纸上 那当其他图纸操作的时候 你不管到哪张操作都一样 你再次选择这个命令 这时候他会把命令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他问你是新的模块还是继续操作 所谓的继续操作就是继续操作这个PLC剩下的部分 然后在这里选择继续操作 然后把它放哪里 比如放这 还是同样是224 那我们说我们剩下的全部插入 那好 我们这样我们PLC就可以全部进行插入进来 搭个输出的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 再给他一个进行 好 在PLC插入了之后 我们一般我们在这里用作 去画线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就用这种模式的 前面讲到我们在画多线的时候 专门有一种原件方式 就是他 我们选择的时候是倒过来选择他 比如说这些线我需要拉 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体的绘图来说就比较方便了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加一根 我们对应的这根起始的一个横当线 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继续的拉他 比如朝下走的 这些 根据需要我们自己上的这几种操作方式 我们都可以在实际中完成 在实际中你如果需要哪一种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进完成 好 这个就是我们PLC插入的 当然在PLC插入的时候 我们还有其他的完整单元的一些PLC插入 比如像我们在这张图纸上 我需要一个完整单元 什么是完整单元呢 其实它跟PLC不同的是 我们这个是称之为参数单元 这种就是完整单元 那它是直接找一个型号的 比如像我这里找这么一个型号 它是直接按我们PLC的样子来进行插入的 我可以说我需要把它放在哪位置上的 我放在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PLC的一个插入 当然这种呢 一般绘图的时候呢 我们这种像是用的比较少 除非你的PLC呢 都是在一张图上完整表达的 还有我们可以插入其他的 比如说连接器 连接器呢 是我们指我们这边的几样东西 连接器是指我们这种 我们在实习中 我们有一种连接器 用于我们实习中使用的 它可以把我们设备相互直接连接在机器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叫它接插器 那这种呢 我们在实习中应用的时候呢 也比较平常 当然它专门有一个命令去连接 那我们在这可以放置一下 比如说插入连接器 这边是它的兼确 比如说20 端住几个 比如说四个 然后这边是它的样子 你可以根据需要 放水平的 还是放垂直的 以及朝哪一边 允不允许打断 那是不是作为辅助向开始 间距是不是固定 以及是不是位于我们导线的交叉处 当然如果这个 这个特效灵机器是属于公头跟母头都在的 你如果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自己 比如说插头 插座部分要不要 插头部分要不要 当然如果都要的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信号是不是要更改 是不是要添加分割线 以及连接器的放置 这个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水平的还是垂直的 以及我们插头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这个跟我们的上面 这镜像是一样的 端号是属于放哪一边 插头端还是属于两端都放 以及我们插座的大小 头部的大小 顶部的大小 底部的大小 以及半径 这些可以根据我们实际中需要进行选择了 都选择好之后 就可以选择插路了 比如我们在这儿 可以放置这么一个连接器 四个灯口就可以放下来 它叫X1 这种就属于我们的连接器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这种 连接器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接插头 以及我们的连接器连接器列表的 这个就属于列表 来自于列表型的连接器 就是我们用某一张表格 把它的连接器给它打开起来 这种就是我们接插头了 它跟连接器的区别就是它是两个头的 而不是多头的就两个插头相互之间的连接的 这种就是我们的接插头 这两种都属于我们常用的一些连接器的一些使用 那在这些元器件之外 我们还有几种 一个是气动的 一种是液压的 还有一个是PNID的几种表层阶 或者说元器件 那它就在我们对应的这一部分 分别是插入我们这种气动元件 比如说我们三通法四通法 以及我们对应的这种各种的档位 或者说我们对应的电磁法 当然对于我们使用还有一系列的液压的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安全法 我们像两通两项的三通的四通的气缸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儿了 那还有一种呢是我们PNID的 就是我们各种的反应符法 容器啊等等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有在这里了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属于我们这一些元器件 总体表达来说 它都属于一些酷而已 那对于这些来说呢 你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任意的去做放置它 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元器件的插入呢 实际上是把我们剩下的一些原理图的工夫呢 完成了 那骑士机中呢 还有一些我们许多元器件呢 可以用元器件来表达的东西比较多 那PLC啊 揭插件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进插入的 那元器件本身也是相同的 它属于我们元器件本身 它家都属于块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 我们这里这节课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元件的一些插入 第二个是我们回路的一些重用 这个是属于我们比较重点的几样部分 好 今天这些课我们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